台北表演藝書中心 七月初才盛大開幕 就有不少民眾反映館內的公共空間 從樓梯 手扶梯到劇場設施 舞台配備總共有八項缺失 民眾盤點場館問題 包括樓梯陡峭 手扶梯直到低樓層 較高樓層還得要徒步行走 對老年人來說相當不便 表演場館那個狀況更是白白種 一天上明顯破損 加上座位間距離狹小 僅剩一顆拳頭 零零總總共八項缺失 讓人直呼是近十年來最差的看戲體驗 民進黨議員看不下去 直指北藝成為國際大笑話 北藝中心則作出回應 是為了讓觀眾距離舞台更近 才縮短座位距離 至於以電破損 則會想辦法在八月初加工完成 但北藝問題不只有小缺失 驗收項目也有多處未完成 哪幾項還沒完成驗收你知道嗎 劇場 現在只剩下劇場 還沒有完成驗收的有哪些呢 包全部都是舞台機械 有大劇場的舞台機械 有球劇場的舞台機械 還有藍盒子的舞台機械 可能還有升降的 跟載重的三個場地都是 北藝驗收從去年開始出驗 經過二月複查 一路到三月市營運開始 五月市營運結束 直到現在都尚未完成 如果設備故障 遇到重大公安意外 誰來負責 今天新聞該美性蔡玉如採訪報導